9月9日,中国河北广播电视台与美国汉天卫视在美国汉天卫视总部举行了战略合作签约仪式 这次签约标志着两大媒体平台在节目内容、文化交流和技术合作等领域达成了重要合作 共同推动中美两国文化交流与媒体合作 汉天卫视董事长李继在致辞中对河北广播电视台访问团队表示热烈欢迎 并表达了对未来合作的期待 网店厅一行来美国汉天卫视来做客 希望有这机会我们更进一步深入的交流中美文化 看我们怎么样用双方的资源做得更多更好的节目 起到真正的交流的作用 汉天卫视是立足于美国本土 在罗杉矶发展 现在有我们现在基本上就变成高清的播出 在卫星上 在苹果电视 在一些大的媒体平台上播出 覆盖着全美国整个美美 我们的节目 正常电视节目 有新闻 有娱乐 有电影 电视剧 有纪录片 各种各样的节目 怎么样 更好来用当地美国人能够听懂 能够看懂的语言 来让美国人接受了解中国文化 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河北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兼卫视频道总监季国锋 则详细介绍了此次合作项目的内容和计划 阐述了战略合作的意义及未来展望 我们今天我们跨越山海来到洛杉矶 就是想共同来完成一件大事 就是由我们和汉天卫视 双方共同签订一个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携手面向未来 全面深化双方在节目内容 媒体技术 人才交流等多领域的合作 刚才在交流的时候 这个李济董事长也表达了强烈的这种愿望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之间的一种相互走动 相互合作能够真正把这份愿景变为现实 同时我想我们这次带着我们邵尔的总监 带着我们技术管理中心主任 也想在我们将来的少儿节目 将来技术方面有更深入的交流 因为刚刚李董也讲了 我们广电的发展实际是在技术引领 特别是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特别是AIGC技术的发展 我们现在技术已经成为我们推动广电 复能广电一个重要的支撑和力量了 将来我们在技术方面 也可以进行一些深入交流 双方代表上台签署合作协议 并进行拍照留念 此次签约涵盖了河北广播电视台 为寒天卫视授权的多档优质节目 包括综艺 文化 纪录片 及微短剧等多个类型 签约仪式后 双方领导 嘉宾及团队合影留念 以纪念置于重要时刻 签约仪式结束后 双方领导和嘉宾进行了自由交流 探讨未来合作的更多可能性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旨在促进中美文化交流 增进双方的互相了解与友谊 双方将通过合作机制 在节目内容 媒体技术 人才交流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 合作将包括节目版权引进与运营 人才培训与交流 媒体技术应用 以及共同举办文化交流活动等等 推动中美两国在文化 技术和产业领域的合作 河北广播电视台 此行也拜会了洛杉矶中国总领馆 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 不仅将推动河北广播电视台 优质节目的国际化转播 也将进一步加强中美两国在文化领域的联系 为两国观众带来更多优质的实听内容 汉内卫视记者 陈阳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